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收听 浩浩相相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财 今天的讲题就是南非大选的启示 今年2024年其实真的是大选年 大家都知道刚刚过去的就是有台湾的大选 也恭贺赖清德继续为民进党执政管治台湾 当然某大国的惩罚行动完全是象征式的没意义 另外美国不用说大选年是很重要的 现在特朗普仍然有很多这些法律诉讼 结果未知到今天为止 另外原来英国也有大选 但是新伟成觉得自己保守党是不行的 但也令人费解 你认为不行你还提前大选 有些人说如果继续下去应该明年才是 可能更差所以拼一拼 另外一个就是印度 铺天盖地 因为我日日早上都有看印度新闻 过去已经整个月都在说他的大选 因为过程很漫长 另外就是南非今天的讲题 已经在进行点票 原来墨西哥也是一个选举在进行 所以是很多的 可能还有一些我都遗漏了 今天主要我们是集中说南非的 但未讲之前也没有办法提提印度大选 因为它是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 而这个莫迪就是争取 就是连任第三次出任印度总理 但是其实呢 舆论也普遍认为 他现在就很厉害了 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 但是莫迪这个人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独夫 也是一个独裁者 因为过去执政的十年 他那个纪录 无论是侵犯人权 打压言论自由 特别是扼杀新闻自由 各方面都是劣迹斑斑 另外他真的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做 nationalist 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鼓吹印度教为本的一个大国三民主义 屡屡都是迫害穆斯林的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 说真的在各方面的所作所为 和我们的维尼大帝都是不相伯众的朋友 好了 言归正传就是今天的南非大选 这个就是南非的地图 大家看到了 就是非洲最南部的 很有趣 也忍不住说一说 你看看中间有一个 应该是中间偏右 有一个区域是不同颜色的 叫做lesotto Lesotto 太小了 字看不到 L-E-S-O-T-H-O 我认识这个国家 这是国家 原来是国中之国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 也不是太小 总之是小国 相对地 但是完全是在南非境内 为什么我认识他呢 就是我1980年 王家香港天文台 派我去英国受训 学习气酱学和天气预测 那时候 同班的同学 就是有一个就是 是来自Lesotto的 跟他说起才知道 有个这样的国家 还知道 原来他是完全被南非包围的 那我和那些同事 讲笑 因为当时有两个同事 都是由香港 一起去 三个三剑合 在英国受训 是不是 我们经常都讲笑 这些同班同学 可能已经做了 Soto的气象局局长 都不顶了 不过说了这么多年 他做了 都已经退休了 因为时光飞了 好了 那说回言归正业 说回南非 对吧 好了 南非 这里说了 就是 South Africa decides 就是2024的大选 Poles opened in South Africa election 其实都已经开了两天 已经很多人去了投票 说几百万的选民 这里这么说 South Africa Poles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since apartheid ended 即是说自从1994年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以来 足足30年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大选 什么是种族隔离政策 我想大家都有所问 略为知道 原来整整 超过三分一个世纪 在南非奉行一种 就是白人至上的政策 很多地方 都是叫white area 只能够白人才能去到 当地的黑人是不能去的 虽然那些黑人在那里是原住民 知道南非以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 后来就叫做独立了 1960年 但其实他就奉行种族隔离政策 所以那些黑人在里面 就变成一个二等三等的公民 这个就叫做apartheid South African Apartheid 这一幅当然就是 呼吁黑人要出来反抗 这里也有本书是说的 劍桥大学出版社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就是1960至1994 当然大家也知道 曼达拉 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偉人 就是南非的一个原先的反对派 the end就是争取终结Apartheid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抗争 最终就是1994年 Apartheid结束了 所以这本书就叫做 The End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这个封面 左边当然就是曼达拉 右边就是他的太太 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你虽然听过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曾经因为这件事 被全世界都谴责 实际上包括西方都谴责 所以去到1976年那时候 在加拿大满地河的奥林巴克运动会 是IOC says no to Apartheid 记住 S-A-Y-S不是读says 是读says OK IOC当然就是奥委会 是吧 直接说says no to Apartheid 所以当年1976年 南非是没有参加奥运会 所以今时今日 这幅图很有意思 就是这两位女士 左边的是南非 就告诉右边 其实你看到的地图是以色列 但是包着头的是巴勒斯坦人 又是 右边就是Juice only 就是完全是 只是for犹太人 等于以前 那时候租界的年代 上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 你看过李小龙的精武门 什么华人与狗不准内进 好了 虽然有史学家 就说这个 其实不是完全正确的 好了 那就是不深究 但是你看回左边 南非的妇女 跟他说 We already have seen this is called apartheid 其实就是一种种族的隔离 是一种很严重的种族的压迫 所以最近也有 当然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要求Demandi IOC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就是禁止 禁止 Apartheid Apartheid Israel from the Olympic Games 因为很快 还有一个多月 在法国巴黎 举行四年一度的奥运会 当然 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能 前一阵的EURO VISION 就是欧洲歌唱大赛 因为以色列也有参赛 虽然被很多人听 但是也有些人去谴责 这种是否反犹太主义 但是现在 这个说要奥运会 是来去杯葛以色列 那当然很难 给大家看一下这幅图 如果 大家不知道我今天是讲这个讲题 我就这样给这幅图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不到他是谁 但是今天既然是讲这个主题 你当然也会猜到 就是年轻时期的曼特拉 其实他也是一个 站得最前线的一个抗争的分子 但是 但是最后 就是他之前 整天都被当局 拘捕又要拘捕又要锁 但是最后 就是最长了 就是错了27年的牢獄 27年 你想想 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我这一生就完了 应该没有了 但是千万不要气馁 包括现在 这个47人案 不用说了 香港这个 说起那些火都来了 但是千万不要气馁 以这个曼特拉为例 最后竟然就是 出狱不得已 当时 因为整个国际形势也好 还是国内的形势也好 都真的 白人最后都不得不结束 这个种族隔离政策 这样 结果 曼特拉 不止出狱 他还参加当时的一个大选 成为了南非有史以来第一任的民选总统 Nelson Mandela 你怎么会猜得到 坐了27年牢 但出来竟然变成了南非的总统 所以他有一个名句 可能有些人都听过 就说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这些对于全世界 很多在进行社会抗争的人 都是非常古武的 这句话 好了 说到今次大选 今次大选 如果你说政党 好像有超过10个 但其实很多都是蚊型政党 都是陪跑 陪衬 最主要就是这三大势力 左边的代表 ANC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非洲国民大会 简称非国大 英文就是ANC 很多人都懂 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曼达拉所建立的政党ANC 中间这个 其实就是 中间偏右 就是右倾的政党 叫做Democratic Alliance 民主联盟 简称叫DA 另外 还有这个右手 就是完全是左翼的政党 叫做经济自由的战士 叫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这三大的势力 当然另外有一个也是挑战ANC ANC就是最大的那个 就是叫做MK党 都是正在挑战中 没有画出来的 好了 但现在其实初步的结果就出来了 但未完全是陈鞋落定 这样就是Election Results 就仍然ANC 都也是有优势 都是占先的 都是占先的 这样 跟着 就是Democratic Alliance 跟着 这个所谓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都只是占少数而已 好了 可以说 现在大致上 大胆点说 就是说ANC 可以保住他的执政地位 这个其实很大程度上 很多人都这么说 还有一个叫光环效应 Halo effect 仍然存在 因为他就是曼达拉当时一手创办的政党 30年来都是他执政的 所以他就是真的白人那种种族隔离 差不多近乎殖民式的统治 结束之后 一直都是他们的 所以他有一个光环在这儿 但是也看得到 就是30年来他会破天荒 失去国会 Congress里面作为大多数的优势 国会议员很多人都不投给他 所以说这个光环虽然仍然存在 但是已经暗淡了很多很多 很多人甚至说 是不是真的需要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但是怎样组织法 现在都众说纷纹 就是没有人猜到是怎样 但是为什么他会 即使他说是保住执政地位 但是他的得票率 已经比起五年前十年前 是跌了很多 还有国会 直接没有了大多数的地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南非这么多年来 因为实在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社会上 各方面 都是走着下波 是很差的 现在来说 无论是失业率 犯罪率 贫穷的人数 所有的基本设施的缺乏 都是极差极差 所以不少人对ANC 根本已经失去了信心 所以这里也说了 South Africa election How Mandela once reviewed revealed revealed 即是很受尊重的 尊重的 ANC lost its way 迷失了 但是这里好像 都是最近的事 这样写法 行文好像是 但其实不是 禍根很早已经中落了 一会儿和大家解释 大未说之前 也想分享一下 曼达拉的一些金句 大家都知道 其实网上很多 曼达拉的金句 有些是搞笑的 有些是找荷里活的黑人明星 很受欢迎的 Morgan Freeman 又出来扮曼达拉 有些甚至搞笑 曼达拉没有说过的 就是这个金句他没有说过的 是吧 这一句是确实他说的 他怎么说 他说 Poverty is not an accident Like slavery and apartheid It is man-made and can be removed by the actions of human beings 他直接就是说贫穷 他说不止好像奴隶制度 或者种族隔离 这些很明显的人为 他说其实贫穷这些 都是人为的 绝对不是一座意外 其实他那句说话 是比较长的 但值得再看一次 他说 Overcoming poverty is not a task of charity 他说这个不是一种 慈善行为 你不要常常以为 我们是一个扶贫 制贫 就是因为一个做善事 就是一个 乐善浩斯 It is an act of justice 他说根本就是一个公义的问题 Like slavery and apartheid Poverty is not natural 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It is man-made and it can be overcome and eradicated by the actions of human beings 是可以由人的行为 是来将它消除的 Sometimes it falls on the generation to be great 他说有时 这个其实我们2019年 我们有些年轻人也是这样说 他说不是我们选择了这个时代 是这个时代选择了我们 曼达拉多都是这样说 他说有时我们某一个世代 是真的时代选择了我们 是要我们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出来 You can be that great generation Let your greatness blossom 这个就是很振奋人心的一种说法 他说你就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世代的其中一份子 希望这种伟大的事业 不断地去发展下去 蓬勃发展 这个就是他的金句 另外一句 他说 While poverty persists 只要贫穷一天存在 There is no true freedom 你经常追求自由 但是一个穷到洞的人 哪有什么自由可言 所以其实自由和贫穷是不相容的 所以有关这件事 我呼吁大家再看一年多前 我看的日子 原来是去年1月10日 我有一集 其实我刚刚开始这个频道 再次开这个浩浩箱箱 我有一集叫做 右胶当道雪了胶 这个真的跟南非今时今日的困境 是绝对有关系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头脑清醒 不要给一些右胶 包括不少香港的KOL 我这里特意写香港人 为什么不写香港呢 因为这些KOL很多都不在香港 因为被逼离散世界各地 英国最多 加拿大、美国、澳洲都有 但是呢 其中有很多都是右胶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给这些右胶 不用我开名 大家都估到 你去洗脑 OK 其实很简单 你怎么认定他是右胶 就是他开口就是左胶 卖口就是左胶 骂左胶的那些 很多都是 好了 这里讲就是2013年 我出了一本书 暂停了11年 就是叫做反转经济学 就是这本 它的副标题就是叫做 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 我里面都很全面分析 现在主流经济学究竟有什么问题 多得不得了 但是我亦分析这个小局 其中有一小段 就是说南非的 我读给大家听 其中一个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 就是在经历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后的南非 已经在这一场新的斗争之中落败了 什么斗争啊 就是在新自由主义 这个主导思想 席卷全球这个巨浪之下 南非已经成为了资本家的最新的冒险乐园了 曼达拉所追求的各种有关社会公义的理想 已经成为炮影 我这里还写了 我说可以参与杜格拉斯·福斯特·德克拉斯·福斯特所写的 After Mandela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以及由纳奥米·克莱恩·尼奥米·克莱恩所著作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中有关南非的部分 而电影二刑禁区 即District 9 亦透过科幻的灵镜 制射出现实的丑恶 这个就是我2013年那本书写的 这本就是 我介绍了两本书 这本就是 After Mandela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South Africa 这个就是我的二刑禁区 District 9 它是2009年上映的 其实就是和阿凡达这部科幻大电影一起上映的 其实它是一个南非导演拍的 就是这个 Neil Blumkamp 它的背景就是南非的约翰奈斯堡 说外星人来到地球 但是你从来没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应该说这样的情节 外星人来到地球 变成这样的 我这里就是卖个关子 我就不剧透了 但是真的拍得非常好 就是震撼性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震撼性 因为我是看这部电影在先 然后看阿凡达 很接近的 大家都在2009年底 接近的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差太远了 阿凡达那时候蜂魔全球 不用说了 就是世界上 历史上第一部3D的科幻大电影 成本都不知高到不得了 大导演占士金马伦 但是一拍起来 了无新意 其实里面都是一些陈康濫调 最主要看制作 但是如果你说有新意 和言之有物的 就要数到这一套 所谓禁区 異形 这里也是一个评论 网上找到 District 9 was a wholly original Oscar-nominated science sci-fi movie that masterfully 很巧妙地 blended sci-fi with social commentary 真的 尤其在中段 他说那个 约翰内斯堡的贫民窟 里面的情况 还有黑社会 横行 你是完全感受到 那时候2009年 已经走上民主道路 已经推翻了种族隔离 1994年也很久 但是为什么南非的社会 还是这样的 真是贫穷 乱糟糟的 其实他真是透过这部科幻电影 你看到这个就是外星人 也挺恐怖的 其实他是有 真是反映到当时南非社会的状况 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导演 隔了几年之后 四年之后他拍了这一套 这一套 因为District 9成功 那一套就是没有大明星的 但是于是 有人出钱 让他拍大片 这个当然很厉害 这个片酬 分分钟他的片酬 就等于上次那套电影的成统的制作成本 就是Matt Damon 那叫Elysium Elysium 其实就是 即是极乐园的意思 如果你查回字典 应该是在罗马的神话里 当然是说极乐园 但是其实他是一部科幻电影 也是 当然成本是大很多很多 但是其实他都用回同一个主题 他甚至再扩充 今次不是说南非 他就说全世界了 就是说人类的超级权贵阶层 就已经搞到地球的生态环境 就真的崩溃了 周围都污染 于是他们就觉得住不下去 全部走到一个巨型的环状的太空站 住在太空那里 那里不用说环境非常优美 好像天堂一样 就是Elysium 但也不知道有多少 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类 就留在地球上 整个地球变成一个超级的贫民窟 说这个Matt Damon 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人 一路打打打打到上去的炭站 但坦白说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那些很有才华的导演 出道那时候没什么钱 就拍一等一的电影 但是当有人大耍金钱给他任拍的话 他就拍烂片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就觉得这一套 我就很欣赏他的主题 我认为赞赏 但是世界上的电影本身是烂片的 我都觉得 而且他还不特意 他不仅是邀请Matt Damon 他还请了影后级的朱迪科士打 Jody Foster 但Jody Foster 出了没多久就死了 但是完全没有表现 根本是浪费了这个演员 另外讲第二本书 我刚才介绍了两本书 那本就叫做 又叫做灾难资本主义 又叫做震撼主义 就是Naomi Klein 加拿大的女记者 叫做震撼主义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就是灾难的资本主义 我记得他这本书是2007年出的 我在2008年左右 金融海啸那一年 我就来看 看完之后我都真的震撼 我觉得很有震撼性 他每一个 chapter都是分析 头几个 chapter是讲他的理论 然后不同的 chapter是讲不同的国家 其中一个就是讲南非 但是有趣 我真是极力推荐大家看这本书 他有中文版的 如果大家怕英文可以看 台湾大陆都有译本 这个台湾叫做震撼主义 其中一个 chapter是讲中国 特别是讲六四 所以你一定要看 这个是shockdocumentary 后来也拍了一部documentary 但是我觉得documentary 都是不够深入 你真的要看 要看原著 OK 所以 他那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其实他的主子就是 南非 当然这里不仅是讲南非 它是讲整个非洲 但是如果我们集中的注意力 在南非就是 就是说 根本你很多这些伟大的民族解放的运动 成功了之后 但是这个这样的成果 革命的成果 很快就被一样东西去蠶食侵占 他就叫做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就是这个市场至上论 就是所谓 南非也不例外 那时候是非常可惜 就是曼达拉 当然他有说到 刚才你看到那些金句 说贫穷 是人为的 他争取社会公义 不仅是种族隔离 还要在经济的层面 各种社会公义 但是 他当时最后 就是听到他很多这些 可能是经济学家 或者西方这些军师 顾问所谓 他就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 这个真是最大最大的错误 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他就是说以为 完全是自由市场 市场化 Marketization 就是通往富强的康庄大道 繁名富庶 他就相信了这套 应该说信错了这套 就以为 我将各种东西市场化 Marketize就行了 那就搞到今时今日 是吧 这里就这么说了 Elite Transition 这本书叫做 它的副标题就是 From Apartheid to Neoliberalism in South Africa 说真的 在以前很简单 其实结果是如何呢 以前 在南非里面的统治阶层 那些超级权贵 就是清一色都是白人 但是现在经过了这三十年 唯一的改变呢 就是说 其实这种贫富懸殊超级权贵呢 就只有变本加厉 有过之而无不及之 和之前 有样东西不同 权贵阶层里面 就不是清一色白人 都有黑人 就是这个改变我告诉大家 他的改变就是这个 那些超级权贵里面 有黑人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南非是一个 很资源丰富的大国 是一个资源大国 这幅图我给大家看过 我就说澳洲有多威力 澳洲的黄金 储存量 当然是世界最大的 但是其实南非也是第二 是很大的 你看看 就是中间下面那部分 就是说南非 所以南非是出产很多黄金的 除了黄金之外 你看看黄金 还有很出名的 鑽石 The Beers 这家公司 出了多少鑽石 南非鑽石 还有所有核能发电 需要用的 油 上一集说过 全球核能大辩论 他也是一个大国 他出了很多油 你看这三个东西 最重要的黄金 鑽石和油 当然你看看 他的生态旅游 也很出名的 是吧 除了东非之外 就是对南非的 有很多人 甚至喜欢去南非 就是Safari 所以他应该有很多钱 有很多资源 当然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特意扑着他 还有大家认识南非的 就是南非鲍鱼 都是一个外汇的来源 南非鲍鱼 所以 为何 之前说白人统治 剥削 殖民主义 为何足够经过了三十年 仍然 那么多人 应该说 绝大部分人 都是生活在贫困之中 是吧 你看他有很多资源 这个就是所谓 在新自由主义底下的 甚滴式经济学的相反 甚滴式就叫做 trickle down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 假设是会这样 但现实当然是相反 现实就是trickle up 就是财富不断向上流 所以这本书就是 Trickle up economy How we take from the poor and middle class and give it to the rich 当然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主旨 当然另外一个 那个就是在国内的层面 在国际层面 其实从来都是 这里就叫做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alism 你看看整个非洲 被涂空的财富去了哪 不用说 当然去了西方 北美洲 和欧洲 所以那些平民百姓 是没得受惠的 说到Aparthei 就是这样说 左手边 其实是南非地图 就是Aparthei 右手边 这个是非常非常讽刺的 他是说全球 特别是全球化的 所谓不公义的问题 这三个人每人都拿着公示包 一个是IMF 国际货币组织 一个是WTO 世贸 另外一个是World Bank 世界银行 几个 Amitter 不过我喜欢读Amitter 法文应该读Amitter 不过英文有很多人读Amitter 没所谓 就是说这些是业余 你知道Amitter就是业余 那些是小事 Aparthei 因为现在我们在说的是最右手边 叫做Global Aparthei 其实这个就是全球性的一种Aparthei 就是一个隔离主义 不过今次就不是纯粹以种族来去分的 就是有所谓不同的社会阶层来分 就是这个超级权贵阶层 和有一些正在很辛苦来去 就是在争取的 就是在斗争的中产阶级 在争扎的 另外就是绝大部分的就是那些草根阶层 所以其中也包括在非洲里面 特别是的 拉丁美洲也是 就是叫Expulsion 这本书 我几年前看了 我都觉得写得非常好的 又是中文译本 大家可以看这本中译本 叫做大驱离 就是叫做揭露21世纪全球经济的残酷真相 好像这个不是法国人 就忘记了 我作者 其实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圈地运动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Enclosure Movement 有很多人如果读过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即经济史 可能都听过什么叫圈地运动 就是资本主义挖起的时候 特别是在英国 后来在欧洲 也有这些圈地 赶走那些农民 养养的人 然后被大财团霸占了 但以为这些已经是历史层跡 当然是大错特错 当然不是历史层跡 其实这个圈地运动过去几百年来 是不断发生的 在世界各地是不断延续 过去四十年有多的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很多财富是怎么来的 就是靠圈地来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说 其实他们先富起来有很多就靠圈地 这个圈地其实香港也有 就事但举一单 就是蔡元村事件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一个典型的 当然规模是少很多 比刚才说的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还有在非洲 那些规模少很多的事件 这个忍不住也要提提 在蔡元村事件里面 所以我有一次经过中环 就看到一些人包围立法会 当时的立法会是旧那个 立法会在这个爱丁堡广场隔离 那时候我很记得的 还有太太和女儿 女儿那时候也是十多岁 我还特意带她走过去 感受一下这些所谓社会运动 几个无意中 竟然看到有人戴这个面具 我几开心 我真是指出给女儿看 因为这个面具 就是来自我很喜欢 很喜欢的一套电影 就是Vsat 就是V for Vendetta 我看过很多次 这样叫Guy Fox Mask 就是这个Guy Fox面具 我真的 我当时都没见过外国有人戴 起码我看的国际新闻 可能我背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戴的 就是在香港 就是蔡元村事件 不知2000几年 那样 好了 真的 这个图 他就说 Racial apartheid is dead 左边 那些人就好像 涉佛西斯那样 推过石上山 这个就很辛苦 就是说racism segregation 就是把那些人隔离 这个就是South Africa 这个Yesterday 左边 就是以承明入黄花 这些种族隔离政策 已经结束了 被我们掃入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可惜 右边 Long live economic apartheid 就是经济的apartheid 万岁 long live 所以轮到我们仍然是要去抗衡 这个economic的apartheid 所以说革命尚未完成 同志仍需努力 另外有一本书 我很极力推荐大家看的 叫William Easterly 这个作者 一个教授 叫做The White Man's Burden 他又有中译本的 叫做《白人的负担》 大家希望可以去图书本借来看看 他说到过去这几百年 即是所谓殖民主义 和二战之后的新殖民主义 是怎样令第三世界国家 怎样努力也好 仍然很多都处于贫困之中 另外一个讲新自由主义 这本不可不看 而且这本很容易看 因为很薄 叫做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但是你看看最有趣的是 左边是列根 最右边是戴卓尔夫人 其实最有趣的是 你看看 有我们的邓小平 偉大的 改革开放驼手 邓小平 都是在这本书里有分析 正如刚才所说的 《Shock Doctrine》 我不是说过的 Naomi Klein 有一个chapter 专门说中国 甚至是说六四 所以这本我也是敬意推荐 Neoliberalism 如果大家想看书 可能也辛苦 可以看一部电影 有一部纪录片 非常之好的 叫The End of Poverty 对不起 我这里顶部被他剪掉了 其实他的名字叫 End of Poverty 就是贫穷的终结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看看后面 是有一个红色大的问号 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 就是The End of Poverty 这样的 这部电影 我就很久以前 当然已经买了 有碟 很久的了 我看了不少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学生来的时期 我都播给他看 朋友来我也播给他看 但是 现在大家不用去买 为什么呢 因为网上有得看 Youtube 是有这部电影的 不过有心理准备 它是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大概 大家要预设一些时间去看 但是 可能看一次都未必明白 我每一次去看 我有时都有新的体会 但是很值得看 The End of Poverty 好了 今天 关于南非大选的启示 为何ANC 今时今日 变成这样 告一段落 下一集再见 拜拜